一名傷患家屬 因酒後情緒失控 開始不滿醫護的處理方式 這是大營刺激醫院 急診暴力演習的現場 現在得出一個數十文化 很多人就醫都想要 趕快達到目的 但其實疾病本身有輕重反擊 醫療人員反著父母心的心態 一定會依照你的疾病 真的很肌肉 我們是絕對是最早來處理 預防暴力要提早偵測高危險人物 限制急診陪病家屬 避免與病人和家屬共處一室 一旦暴力發生 因移除容易造成傷害的吊牌 或者是尖銳物品等等 太太也是護理人員的吳俊瑋 感受特別深刻 我們也是要面臨一些民眾的刁難 可是有時候我們也是換個角度想 其實民眾他們也是有困難來找我們 所以反而我們會有比較的壓力 轉換成一種動力來幫助我們民眾這樣子 警戶一家親 希望藉由演習提早偵測高危險人物 預防暴力發生 保護自己也照顧民眾 在新聞林玉珍 謝金融 陳柏舟嘉義大臨報導 謝謝大家